已经是永续城市典范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克大 举办了首届无车日的活动 这也是为了要纪念这个城市 推动周日自行车日活动 建马50周年 那么从空拍景象图来看 波克大街头真的是一片荒凉 一辆汽机车都没有 平日至少有180万辆的汽车 跟约46万辆的摩托车 在马路上爬爬走 那今年遇上盛音现象反常高温 东部山区森林大火 造成首都的空气品质恶化 所以举办无车日的时机刚刚好 同时为了都会区的空气品质 无车日实施的时间 特别选在交通的尖峰时段 从上午5点到晚上9点 而市长也希望民众可以借个这个机会 多多使用环保交通工具